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顧德的Vancent 顧德其實是專注在用量測跟透過一些感知 在收集這樣子的一些量測數據的一個解決方案 那其實這幾年也運用這樣子的方案建立了很多的Pattern 那可以運用在一些品質的預造診斷上面 那我想這一段可以請教一下Vancent 在發展這樣子的一個Solution的過程中 我們的製造業 因為我們的線上大概都是一些製造業的夥伴們 你會建議他們的程序上要怎麼開始做這樣子的一個梳理跟規劃 OK 那我們這樣子的解決方案 它的主要程序是 我們已經在這樣的方案裡面建置了 預先建置的物理模型 那這個物理模型 那再透過使用者的學習 那學習什麼 就是學習它現在正常的加工行為之後呢 那我們就正常加工行為都會有一個Pattern 那接下來這一台這樣子的方案它就會持續追蹤 有沒有在做這樣子的加工行為 那追蹤到之後它就會執行辨識這些事情 那辨識什麼 辨識當然結果是Pass Fair 但是Pass Fair是由原本我們人為產線定義的產品的良率跟不良率來定義下來的 那每一次的判別之後呢 下一個程序就是 我們原先建立的物理模型它會 它會洗出這樣子的一個趨勢 那每一個趨勢它都跟我們原先建立的數值 數值模型跟物理模型它是相關的 那接下來這樣子這樣子製造的複雜行為它就會被洗出一個比較好管理的趨勢 譬如說今天有一個趨勢是這個行為到底跟當時在製造良品行為像不像這件事情 或者是它的特徵頻率有多或沒有多 那接下來洗出的趨勢其實你可以想像 它在正常的加工流程裡面它是很平順的 當它開始發生異常或者是設備開始出現老化 這一些已經洗出來的趨勢它就會慢慢慢慢的變形 你可以因為這一些變形再加上你場域的經驗 譬如說這個變形譬如說是主軸頭壞掉了 或者是哪一支關節壞掉了 那這個東西可以再做後標記 也就是說我們拿到的這一些數據 基本上它是很乾淨的 除了我們自己來後來跑AI 也可以交給我們生態系裡面其他的AI業者來直接使用這樣子乾淨的數據 所以程序上大概是這樣子 我原來是只有事後去做Q對不對 人為的模式 那我現在提早在這個設備上透過你們的專業再加裝各種的感知 因應不同的機台可能思考什麼樣的方式 能夠取得到這樣子的一個頻譜的資料 那這個過程中同時判斷OK或NG 那同時也去蒐集這樣子的Pattern 那也去協助OP他們自己去建立這樣的標準化對嗎 對 OK 好 所以這些個生產線上面的同仁 他們會根據這個異常的資料來標註Data對不對 對 所以後來就會有一個好的而且是Clean的Data Set 做後面的這種AI分析使用 是 一個是加給後面做AI分析嘛 一個是輔助前面的人在做檢討的時候 因為很多的Q都是事後了嘛 這個可能會產生不良 那怎麼樣去回溯可能在哪個時間軸 哪個過程是因為什麼樣的加工的參數上 造成這樣子的一些不良原因 就可以同時在做內部的一些Q的邀運分析的改善嘛對不對 對 而且會發耳熱 所以其實在這個就是真正這個產出不良品之前 就已經會先有耳熱會先出來了對不對 對 好 那請問這套Solution 它的這個算是關鍵的這些核心技術到底有哪些 第一件事情它最大的核心技術其實我們稱之為 訊號追蹤識別技術 那要為什麼要去做這個技術 首先來我們這邊稍微簡單解釋一下 我們能想像它就很像是一個針對訊號的人臉辨識 或者是我們希致的FastID 就是我只要學過你這個人的臉 接下來呢 我們感測器在機台上面 各式各樣的感測器其實都一樣 我只要看到你這個機台在做一樣的加工行為 這個時候我們的方案就會自動把這個加工行為擷取下來 然後呢 我們之前不是有建立一個模型 這個模型是我們Q 或者是作業員定義的產品好壞的模型 我們就會去比對 它接下來現在這個數據跟當時我們建立的模型 它有沒有偏差 如果有偏差它就會Alert 那第一步驟它就會成為一個產線管理的工具 對 那這是一個 這是第一個比較重要的技術 那這樣子的技術 它才可以免去我們跟各式各樣機台做對接 所遇到的困難 對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完全外裝 我們不需要 所以不用原廠捨破對不對 完全不用 所以你剛才提到它只要有一個周期性的 然後動態的這樣子的加工設備 是 那這樣的感知上 其實採用什麼樣的感知也是需要做判斷的嗎 對 每一種感知 我們大部分會從振動下手 因為所有的機台的構成組成 它只要它在動 它就會很容易有振動訊號 所以振動其實是一個很大宗使用的感測器 但是還是要針對每一種製程不同 像如果是電焊 我們就會取它的電流訊號 因為電流訊號跟產品品質直接做相關 那有一些很細切的加工機 那它振動訊號其實不夠明顯 那這時候我們也可能會挑選電流訊號 甚至有一些設備會用氣壓訊號這樣 所以你會判斷一下 出了主要的電流訊號之後 可能還會再搭配一些其他輔助的 對 那剛才提到第一個前提是 不會對設備做什麼樣的侵入式 就是其實都是外抓感知的方式 對 所以不用花太多的 effort去跟原廠 做太多的溝通的交往 對 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所謂的plug in 我直接 直接裝上感測器 我們馬上就可以達到監測的一個效果這樣 好 所以這是感知的部分 那你們的model呢 那應該也是核心技術的一環 對 我們剛才提到有一個數據模型跟物理模型的增值 那我們以振動來做舉例 其實振動它 你說它容易 它也很容易 但是你說它複雜 它其實也是相當複雜 就拿振動的訊號來拆解好了 振動最基本的三要素 振幅 頻率 相位 對 那還有相依這三個物理參數各自的標準差 穩定度或者是訊號的偏離度等等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建置在這台方案裡面的模型 那追蹤技術主要是取我要的時間段 接下來我們會把這些時間段得到的data 拆解丟到這些模型裡面 再產出新的一包數據來 那這樣子的數據才會乾淨 才會穩定 所以我們稱為 其實這其實是一個數據的清洗的一個流程 那這個流程裡面呢 它第三個最重要的一點其實 我們仰賴現場人員或者是QC人員 幫我們設置這個所謂良品跟不良品的門檻 所以它會有pass fit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這個 它也已經在幫我們標註這些數據 也就是所謂的labeling這些數據 所以我們拿到的數據包 其實它可以說它是已經清洗完成 而且已經標記完成 所以我們才能直接拿這樣子乾淨的數據 所以它不是說這Eltra我要花很多effort去標示data 而是在它routine的運作過程中間 它就標註data就是它routine工作流程的一環 對 可是Vincent我因為比較好奇 是因為以前你們都在科技業嘛 是 那這兩年比較跨傳統產業 可是傳統產業的現場環境其實是很惡劣的 是 那我不知道你剛才提的 因為其實這樣子的電流的pattern裡面 其實它不能有漏的風包嘛 對 那有沒有什麼樣的是在這兩年你們在傳統產業裡面 需要特別額外的技術突破上 因為如果你剛才提的風包有漏了 剛才其實的那個模型就可能不具參考性的 那既然時間走要顆粒度這麼的節奏 那個要detail的話 這一段在傳採沒有什麼限制條件或者 不漏風包或者是完整的資料擷取 它會變成 其實它不列在我們這次的核心技術 因為剛才我們有介紹 我們以往以來就是一直在做這種精密量測儀器 所以這一件事情對我們來說 反而就有一點像是習之的習慣 對 所以我們不會讓它漏風包 OK 所以這段是你們的黑盒子 你們的擅長的領域 絕對不會漏風包的問題 對 這是我們原本就是擅長的領域這樣 好 剛剛講的模型 講的核心技術 講的這個流程 然後接下來要請Vince來分享一下 你們幾個做的覺得成功的案例 來跟大家談一下這個效益怎麼做 然後那個效益到底在哪裡 是 我分享一下 如果我們今天Focus是傳產的產業 那現在其實大家都在導 導所謂的自動化 對 那傳產其實有很多東西 它的加工件其實是非常重 所以第一件事 我們常常會使用到的機械手臂 尤其是這種大型的機械手臂 那我們先講監測的效率 為什麼它要監測 因為大型的機械手臂 它不太可能被被機這件事情 那如果它萬一它不小心 它突然損壞 也就是說無預警停機 產能利用率就馬上停下來 整個產線可能就是停下來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做監測 我們希望它在快壞掉之前 就能夠預警 先找到 對對對 那我們會做機械手臂的檢測 其實源自於我們原本做 科技廠 因為科技廠其實也非常非常多的 機械手臂在搬送 搬送重要的目標 AGV 然後把WAVE送進去機台 對 那我們檢測 基本上我們就會去鎖定 機械手臂在製造 或者是在搬送的流程訊號 然後我們會一直去monit 它做這件事情 有沒有跟疫情長的不一樣 那直接達成的效益 如果我們以面板廠 或者是晶圓廠 或者是汽車製造也常用到的手臂 面板廠很簡單 這隻手臂如果不小心壞掉 或者是它有抖動 它就會可能造成玻璃的撞片 進出槍的時候撞片 那撞片 第一個它就會停下來 再過來玻璃碎裂 你要清玻璃 第一個就是產品的損失 第二個就是產線駕動的停止 這件事情對持續的生產單位 其實是非常不利的 那晶圓 晶圓因為它甲取的產品價值是很高的 所以你必須要去 如果它今天進出槍它有刮片 甚至破片 對 甚至破片 99.9%幾的良域這件事就不成立了 所以防止這件事情會變得相當重要 那汽車領域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這都是大型的 它是搬送的 所以除了只有在這樣的搬運的手臂運用上 因為其實中部很多這樣子的金屬的焊接 那如果是我用手臂在做焊接的方案上 也適合用這樣子的一個電流監測的時候 當然 因為如果手臂的姿態改變 它焊接的角度 或者焊接的距離不對 那這樣子焊接電流量它其實就會不一樣 所以我如果有一些抑焊了或漏焊了 其實電流還是會有所不同的對嗎 對 它主要就是姿態不同 或者是電流本身 比如說有一些卡渣啦 然後手臂的姿態改變 它都會影響到最後的焊接品質 所以一樣在焊接的這個製程上 還是一樣可以用這樣子的手錄訊來做 可以的 好 那還有別的案例要分享 還有比較常應用在傳統產業其實是充壓 因為其實充壓像汽車零件一樣 就有很多很多東西 都是充壓制裁 對 都是充壓制裁 那甚至3C的一些開關插件 沒錯 機殼 手機機殼這些 沒錯沒錯 那簡單來說我們 因為充壓其實設備它本身不太容易壞 但是它的模具它是一定會耗損 對 那什麼時候耗損我們必須要知道 它會產生幾個問題 如果我們模具耗損 它有可能整個卡死 卡住之後我們就要把模具搬開 接下來把弓箭一個一個挖出來 現在我在說的產線都是停下來的 但是充壓是不斷不斷生產 所以這就會造成駕動的損失 那還有一個領域 我們叫做快速衝闖 它可能一分鐘會打400到600個弓箭 但如果我現在模具損壞 機殼又沒有耳熱 它就會一直打出大量大量的不良品 所以這件事情也要被攔下來 那開關插件 因為開關插件很小 所以當刀具鈍化 或者是刀具斷裂的時候 刀具鈍化會產生毛邊 毛邊它在插件定義下 因為它就尺寸規格就會不一樣 它就沒辦法再往下一個制程做 所以我產生鈍化的同時 我是會先對現場做耳熱的動作 對 提醒 但是這時候的加工行為是持續的 持續的 所以你來毛邊 那可能要停下來 檢查一下刀具有沒有鈍化 如果要 如果鈍化 那我們必須換刀具 甚至小刀具斷裂 斷裂該衝孔沒衝孔 這些插件是沒有辦法重工的 所以它也會造成很大量的損失 對 好 所以先從預警的角度上 然後讓它可以不要造成這樣子的危機產生 產生大量的不良品 然後持續這樣的pattern之後 可能就可以從那個頻譜的變化裡面 提早發現可能有一些預知 所以它可能可以更早做準備 是 其實我們做這件事情 它有一點 它有一個最大的效益 就是以往我們都會用AOI 或者是現在很流行的AI加AOI 來檢查產品的品質 但是我們希望能不能提前 在製造的流程中 我就不要讓這麼大量的不良品產出 然後跟最後的產線檢查做一個結合 然後再把製造這件事情加分 對 OK 好 謝謝Vincent 那我自己聽完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Vincent這邊介紹的時候 會選的特色 第一個就是像Vincent剛剛講的就是 我不是在最後看那個output的結果 再來分這個量品不量品 而是我在這個過程中間 我就來這個判別了 然後第二個就像我之前講的就是 它其實是不是多做其他的事情 而是在這個routine的運作中間 就把dataset建立起來 然後就可以做alerte 然後接下來可以做AI的分析 跟接下來的運用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就是 相對來說是這個有價值的地方 然後再請歐媽做一個總結 好 那因為剛才有提到了 其實我想我們在這個AIoT的運用上 除了事後的這樣子的Q的部分 去做改善以外 如果能夠在process的過程中 在加工的行為 就把這一段做一樣的 預防的品質診斷上 其實我覺得這對於整個的製程優化 跟藥運分析上 是會有很大的一個要升 所以其實我們線上的夥伴們 如果我們在賣相產業高值 我們很多的品質必須要提升的前提下 其實有時候方案它不是單一個 它可能需要有一些這樣子的 簡單的可能透過一些感知 透過一些頻譜 透過一個這樣的方案上 你在這一段就可以減少你的 不良力的產生 良力有機會就提高 好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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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